大家好,欢迎收听窄窄下班钟,我是阿直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这次呢就是要跟大家带来一部漫画作品 它的名字是《回家之歌》 日文原名是Tataimano Uta 作者是藤本勇气 《回家之歌》它是2009年到2014年由日本的白权社出版 在台湾是2010年由动力出版社代理发行 一共7集的单行本 它是属于日常像的少女漫画 不过因为它的故事内容相当的搞笑、诙谐 而且比较注重家庭之间的情感 所以男性读者也可以轻松阅读 至于它的故事呢 是指在六年前失去双心的五个兄弟姐妹 花四家他们的日常故事 其实有点像是群像剧 但是它还是有个主角 就是由花四加五个兄弟姐妹之间排行老三的花四向日葵 也是五个兄弟姐妹中唯一的女生 由她当作故事的主视角 除了以花四向日葵做主要的主视角之外 还会有其他的篇章在描述其他兄弟们之间的故事 其他兄弟们呢 因为活得相当的自由奔放 所以呢 他们都相当的有个性 例如大哥 大哥他是白天在工地工作 到了晚上就变成了乐团的主唱 兼吉他手 是属于有点粗鲁 但是非常有男子气概的 那种摇滚歌手类型 二哥呢 他则是雌雄莫辩 平常是在专科学校学习美法 长相俊美 可以说是迷倒众生 老三 老三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花四向日葵 他做得了一首好菜 平常都是由他为大家来准备一桌好菜 至于老四 老四他则是蜘蛛必教的少年 整个家里的会计 他每次呢 就是为全家精打细算 斤斤计较 而且还会试着尝试投资 总之就是一个 我认为前途看好的一个少年 至于老妖 老妖的话则是一个爱哭鬼 感觉有点洛气的爱哭鬼 但是呢 当如果他的家人被说了坏话 他就会有勇气去反抗 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男孩 这个故事还有个我觉得要特别提的地方 就是他的结局 我看了一些其他网路上的人对这部作品结局的反应 都是一种 蛤什么怎么这样的那种感觉不可置信 可是我偏偏觉得这个结局我非常的喜欢 我刚刚不是有提说这部是七集的完结篇的结局吗 那我觉得作者他其实就已经有在铺陈 因为他在第五集的时候呢 安排了一个转学生 这个转学生呢 是个长得很高挑 短头发 有点帅气又很爽朗 个性很好的一个女孩子 对 女孩子 而我们的女主角花式向日葵啊 他之前从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说很迷恋他们搬上一个男生 那个男生啊 是他们搬上最受欢迎的人物 是那种个性很好 很阳光 长得很帅 那不只是女生喜欢他 连男生也喜欢他那种好人 真的就是个好孩子 可是他跟向日葵之间的相处呢 变成说 虽然向日葵觉得 哇好帅 王子好帅 我好喜欢他 但是王子却对 就是这个我们俗称的男医 就会对向日葵 则是抱持着 啊 尊敬 你这样子 你们家真是太厉害了 太了不起了 然后对他们家抱持着尊敬 所以他们的情感 一开始就并不是对等的 男生一直对向日葵 一直把他当做很要好的朋友 这时候呢 你就发现啦 等到了那个 我们的新转学生来的时候啊 一开始的时候最好玩的是 转学生他 因为长得高高帅帅 然后在以前的学校 都是被叫做姐姐大人 而且呢 身体的运力也很好 体育也很好 还贴了一组好足球 一开始还被男主角误认成男孩子 正因为这个误会 结果他们之间呢 好像就变成 怎么说 喜好凑气相投啊 彼此也很聊得来啊 然后渐渐的就越走越近 那我们的那个男主角呢 好男一吧 就觉得 对这个女孩子感到心动 我们的这个新转学生呢 其实也对这个男生 这个王子呢 也觉得 他甚至有不错的人 也对他也有心动 可是 问题来了 向日葵呢 他其实很喜欢这个王子嘛 但是他也很喜欢 这个新转学来的这个女孩子 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三角关系 他还跟王子告白了 王子也知道说 向日葵喜欢他 王子就对向日葵觉得很歉疚 他觉得说 没有办法回应他的情感 然后呢 另外这个转学来的女生 也觉得对向日葵感到很抱歉 而向日葵则就觉得说 天哪 为什么我们三个 要变得这么痛苦的关系 所以呢 向日葵放掉了这段感情 而且好好的去处理了 他的这份情绪 那我就觉得 这一点真的很棒 因为你知道吗 一部作品里面 男女主角要安排他们在一块 其实很容易的 可是世界上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男主角跟女主角 他们不一定会在一起 就是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时候 并不是说 你们就 男一男女一就一定会在一块 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你必须要好好的去处理掉这份情绪 我觉得 一部少女漫画 去告诉你说 你一开始喜欢上的人 你不一定会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处理方式 我给予很高的评价 除了这些人我觉得是个亮点之外 还有就是 他的剧情其实真的很好笑 怎么讲 就是那个家族之间的家族爱啊 该说是三情吗 还是说很让人感动呢 你就是有时候就看一看啊 就觉得很好笑笑一笑 结果就哭了 就哭一哭之后 又不喜欢又扑翅了 又笑出来了 就是那种让你笑中带累累中带笑的好作品 我觉得很值得一看 所以说才短短七集 大家抽个空 去稍微看一下嘛 相当的推荐 好 这次的漫画介绍呢 就到这里啦 那再次谢谢大家收听仔仔下班钟 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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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